这里是Ether说 大家好,我是Ether 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个新的技术标准 叫New IP 英国的金融时报在3月27号发表了一篇报道 文章的开头写道 在9月一天的下午 6位来自于中国的工程师走进了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 他们带来了一个激进的想法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向40多个国家的代表展现了他们的愿景 他们建议重组当今这个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互联网的底层架构 那么这项技术的名字就叫做New IP 至于文章后面是怎么描写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去管 我找到了华为发表在电信科学上的一篇论文 叫做New IP 开拓未来数据网络的新连接和新能力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项技术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篇论文很长啊 我摘重点的给大家念一下 那么在摘要里面 它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发展40多年以来 随着IP技术的不断推演呢 承载的应用也越来越丰富 这些应用呢 正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并且也取得了绝大的成功 那么像AR VR 远程医疗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 以挑战而至 包括全息通信呢 空间一体化呀 这些也都等待着揭开神秘的面杀 那么人们正在进入一个万物感知 万物互联的智能事件 那么新应用对于IP网络呢 就提出了新的需求与挑战 虽然各国一直在努力的探索下一代的技术 TCPIP协议自身呢 也经历了一些优化改进 但是始终没有改变TCPIP技术的内核 虽然IETF 大家都知道IETF啊 就是全球互联网标准协议制定组织 针对部分问题呢 给出了补丁式的方案 但是呢 缺乏字顶上下的设计 所以呢 整个网络的发展目标不明确 华为公司 针对这样的需求呢 提出了一个新的网络协议体系 叫New IP 那么这个New IP呢 有几个主要的使能技术 分别是这个确定性IP 内生安全 面向互联网的新寻职与控制机制 还有新传输层等等 文章里关于这个小麻烟的介绍呢 我就不跟大家念叨了 有兴趣呢 自己去看论文 我就挑重点的来说一下 它这几个主要的关键技术 都是做什么的 第一个呢 叫做变长网络地址 大家都知道这个IPv4是这个32位的一个定长的地址 IPv6呢 是一个128位的 那么对于这个New IP来说 它首先定义的这个网络地址呢 是一个变长的 也就是在有些网里面呢 是32位的一个网络空间 有些地方呢 可能就变成8位的一个网络空间 这个地址空间呢 是变化的 为了适用于不同的网络架构下的这个互联的需要 第二个呢 叫做多样化的寻止 那么在New IP的这个新的框架下面呢 支持多样化的寻止方式 比如说 它的网络地址不仅能标识主机 还可能标识各种虚拟的实体 或者溢构的节点 比如说人啊 内容啊 计算资源啊 存储资源等等 这第三个呢 叫做面向服务的路由 意思是说 改变这个基于拓谱的单一路由寻止方式 而是直接以服务标识 或者类型作为寻止的依据 并且根据各种通信实体差异化的需求呢 对服务的标识或者实体的ID呢 实施路由策略 再下一个呢 叫做确定性的IP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通过引入周期调度机制呢 来避免微突发的存在 简单的讲呢 就是确定性的周期 能够保证确定性的网络 确定性的网络呢 能保证确定性的服务 大概就是这么一东西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划 来使整个网络呢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稳定性 再接下来呢 是内生安全技术 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端到端的通信业务安全可信 另外一个呢 是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可信 端到端的安全可信呢 是通过这个可信的身份管理 身份验证 审计追踪 访问控制 不法行为的追踪术源 密钥管理等等 来实现这个端到端的安全的 那么架构上的安全性呢 主要是利用了这个区块链的分布式 来在各个节点上呢 保证整个网络的可信 最后呢 是这个新传输层的技术 那么新传输层的关键技术呢 包括以下的三个 有超大吞吐量 并发多路高态宽 还有传输可定义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自己去看论文啊 我就不再解释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关键的技术 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 那应用场景是什么样子呢 我找到了另外一篇 华为和英国伦敦大学 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 那么这篇论文呢 我也会放到我的网盘里面去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就去下载 他在文章的第四章里呢 介绍了两个应用场景 一个叫做弹性的寻止 就是在这个智能家居情况下 是如何进行不同局域网的 不同寻止空间的设计 这样能够节省整个的能耗 第二个呢 叫做service aware routing 也就是面向服务的路由 也就是说你服务器上 跑什么样的服务 你就把它广播出来 关于某个节点的信息里面呢 它的数据包里面 就包含了它的服务信息 也就是你这个服务器上 跑web service 或者ftp service 你的数据包里面 就带有你提供服务的特征信息 如果你在你的服务器上 再跑个什么shadowsocks 什么trojan v2ray 它也都会在传输的这个信息包里面 直接反映出来 这个服务器上会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样别的用户在找你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它就不用再通过一个中转 再到你这台服务器上 而是直接就可以连到你这台服务器上去了 提高了速度 也不用再去麻烦DNS了 好 那么关于New IP这项技术呢 我们刚才把华为有关的文章呢 全部都读了一下 然后现在呢 我们听一下其他方面 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些反馈 这篇文章呢 是IETF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它发表的一个文章 文章呢 分了三个部分来回应 第一个部分叫做 互联网的成功 源于TCPIP灵活的模块化体系结构 其中IP协议提供的基础结构 用丰富的易购应用程序呢 连接了丰富的易购网络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明表明 我们需要一个自上而下设计的 庞大而独立的New IP体系结构 第二部分是互联网 让所有用户从无需许可的创新中获益 它这个回应当中就指出 华为的提案中提出了一套 关于新身份认证系统的几个期望属性 其中一个就是 易购地址空间应该能够彼此交流 但是这似乎与提案当中的 其他的描述是冲突的 因为在华为自己的提案当中的 另外一段说法是 如果所有的技术都使用自己的协议 作为内部通信语言的话 那么在技术岛屿之间的通信 就必须部署复杂的翻译器 而这种翻译呢 需要维护额外的网络状态 以实现互操作性 这可能会增加网络的脆弱性和通信延迟 我们理解 这与易购网络互联互通的设计目标呢 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那这第三个回应呢 是以自上而下的设计 代替现有的IP对战将是有害的 回应当中提到呢 现有的这些标准 其实都是通过实践反馈 不停的修正然后制定出来的 而不是一开始的就拍脑袋想到一个从上而下的设计 top down的来去设置这么一套所谓的架构的标准 因为这个东西你根本无法在互联网这种规模上面去预测 会出现什么样的需求 最后回应说我们相信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 代替现有的IP对战的工作将是有害的 这样将很可能创作出网络孤岛 破坏网络互联并危害网络的互操作性 自上而下的方法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应用生态系统 我们更信任现有网络持续的模块化和弹性化的进化方案 好那么IETF的这个反馈呢 我们已经读完了最后呢再补充一点信息 那么据消息人士称华为在ITU做报告的时候 还明确的表示 New IP呢会有所谓的关闭命令 即网络当中的中心点实际上可以切断与某个特定地址之间的通信 ITU呢目前由赵厚林领导 他在2014年被工信部提名为ITU的秘书长 那么从2019年的1月份开始 他将开始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 华为和其他合作开发者计划2020年11月份 在印度举行ITU重大电信会议上 竭力使New IP这项标准被通过 目前此提案已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 下一个可能支持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